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结果现任的多伦多市长把他的官就放在了多伦多市政府中心 那由凭借人们去评调他 而在昨天的葬礼上非常感触的场面 特别他11岁的女儿说了一段话 他说他是个好父亲 是一个好市长 因为他在他过去时间里帮助过很多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路人为此落泪 而且去祭奠他 都是这么个说法 他是个好人 作为市长 他是一个好市长 他作为政客 他是一个真正来尽自己责任的人 结果他女儿还说在这个医院的时候 应该是福特马 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来日无常了 来日无多了 所以跟他讲说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跟他女儿说 那你跟你的弟弟要照顾好妈妈 那说得非常感触 因为他的女儿只有11岁 而葬礼是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教堂里举行的 那福特他大概在一年半之前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的市长 他当时涉嫌吸毒 涉嫌酗酒 涉嫌了很多个人品质当中 在个人生活品质当中的这样的事情 那被人家录下录像了 然后卖给多仁多星报了 然后就是当时非常的喧嚣 所以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 一个有着明确掠迹的 生活掠迹的人 在公共场合下 在世界范围内都被公开的一个人 当他死去的时候 却被人们平掉 被人们怀念 被人们纪念 我讲的 福特有他人性生活中的缺憾 但他内在的 在人性基点上的品质 却被人们接受 被普通的人接受 你想过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简单的被共产党教导的理论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么来评价 不是的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真实的人 在中共体制之下 人已经没有实实在在的人 因为被扼杀了人性 不懂得怎么做人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标准普尔将中国评级展望下调到负面 标准普尔是在世界金融经济层面当中 很主要的一个指标 3月31号 国际评级机构 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到负面 我们调整中国的评级展望 反映我们预计 今天中国政府的信用度 面与的经济和金融的风险正在逐步上升 那这是基于我们相信未来五年内 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会取得小步进展 并且信贷增长会放缓 他说但是呢 预计经济增长不会低于6% 可是在政府和企业财务之间的杠杆 会出现极端的恶化 而投资占国内GDP的比率 可能会远远高于我们认可持续的 30%到35%的水平 也就是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也就是说未来即使保持中国GDP的增长 即使保持在6%的话 那中国政府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 恐怕就是大量印票 没有别的办法 穆迪就曾经把中国的评级同样降低 在标准普尔之前 而穆迪跟这个标准普尔 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的评级机构 所以这样的评级 我说的概念很简单 这是天意 这是谁也动不了的 你天大的本事也动不了的 对不对 今天军队改成五大战区了 你用五大战区跟他干 神经病 一个失落的文明重现舞台 精彩动人 启迪心灵 找回希望 体验神传文明 神韵 演出时间和购票信息 请访问神韵点号 那标准普尔这么做了 但是同样的美国另外一家媒体 舒布斯在昨天的一篇文章中 直接讲中港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英国金士顿大学的教授叫做斯蒂文金 他依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各国负债的记录表提到说 在未来的一到三年里 有七个国家经济体最可能爆发债务 这里包括中国 澳洲 瑞典 香港 南韩 加拿大 和挪威 那它是根据两项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爆发债务危机 一个是民间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否过高 和民间的债务占GDP的比率升速是否过快 所以根据他的分析的结果 香港的民间债务占GDP的比率远远超过了280% 你就看一下香港的房子卖多少钱 大概大家就能清楚了 而中国债务的增长速度居上述七国之冠 2015年的债务的增长速度30% 如果按照刚才标准普尔的说法 中国在政府投资来保住6%的增长的话 那就会更加的巨大 拼命的印票 在北京再多建几个印刷厂 多建几个中央银行印票的厂 为什么 给大家伙发钱 盖房子 所以 这是我们看到的 今天在经济层面 在我认为当中 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经济层面没有出路 意思就是 党性战胜人性的这个制度 就是崩溃在即 法官有篇报道 文章听这么说 中国经济转型会激发社会风暴 大家看到哈 标准普尔 穆迪 那 福布斯对中国经济的状况 明确指出了现现实的状况 而这现实的状况 在中共体制之下 你不改变中共体制 在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自然会激化社会矛盾 大家没饭吃了 就这么回事 文章讲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社会 演变的法国中国问题网站 登了一篇长篇的评论文章 聚焦中国经济转型激发的社会风暴 它的切入点是在 1月5号 今年1月5号 发生在 宁夏银川恶行事故 那一次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 因为被人拖欠 这个工资 然后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 造成17人死亡 而在新年前夕 中国新年前夕 一万多名民工薪水 未获得支付 那这同样发生在这个宁夏 他说与去年同比增加了20% 而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说 去年中国各大 因劳资而冲突引发的 罢工事件超过了2700多起 比2014年增加了一倍 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 对吧 那劳工纠纷 就是人要吃饭 当你都 他都吃不了饭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 那劳资纠纷 其实那个公投自己也跑了 因为他也没挣着钱 他为什么没挣着钱 他被当官员骗了 这种事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生活 而我们知道 因为第一封要求习近平 这个辞职的公开信 引发了抓了很多人 抓了很多人 德国之声专栏作者 长平星期三 透过互联网平台发表声明 透露其家人 现在已经展示获释 他说是取保候审 他表示家人在真正获得自由之前 他不会和他们联系 我看过他直接看过 长平发表的声明 他切断跟家人的所有的联系 来保证家人的安全 对吧 他讲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连坐之中 但是这又面临着一个危险 那家人父母会对他不理解 对吧 那会责怪他的行为 给家里带来的伤害 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这就是党性扼杀人性的邪恶的真正的概念 真正的概念 一个强奸者 强奸一个女孩 女孩反抗 把他父母抓了 跟他父母说 女孩呢 我并没有伤害他 对不对 我喜欢他 但他不从 我给他钱花 我给他房子住 如果愿意的话 女孩的弟弟还可以到我这工作来 那你说 我难道对女孩不好吗 这是强奸者的话 父母兄弟就开始做这个女孩的工作了 你就从了吧 一个女人从谁不是从啊 给谁不是给啊 你那么在乎干嘛 完全一样 什么叫扼杀人性 什么叫污辱的方式 这就是这么个例子 对吧 当然今天中国社会当中很多人 把媳妇送给当官的享受 他媳妇也乐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谁知道谁占谁便宜了 就是这东西 他根本就失去了人基本道义的概念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他不遭天报 才怪呢 有人说我咒你 我没咒你 因为你自己不把自己当成人 你失去了做人的基本道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